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緬甸最新的情況 話說來到今天 緬甸民眾的反軍事政變示威浪潮已經踏入到第十天 到今天凌晨時分 軍方終於按內不住 要採取行動來鎮壓示威者 昨晚更加傳出消息 說有軍人對著民眾開槍試圖驅散示威活動 局勢趙然間變得異常緊張 而到今天 有十二個西方國家駐緬甸的大使館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當中包括了有美國在內 只不過有世界警察之稱的美國 竟然間純粹落得一份聲明這麼簡單 難免會令到不少人失笑 原來拜登的回應就是一份聲明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說 到底緬甸的情況發展成怎樣 今天凌晨 軍政府再度封鎖了全國互聯網 接通率降至14% 即是近乎完全斷網的狀態 當然用到軍隊去對付人民的時候 斷網都可以說是指定動作 一來又要阻止民眾之間互通信息 使得他們不能再度組織起來反抗 二來又要阻止民眾 將軍方所干犯的惡行片段散播到全世界 所以斷網就一定了 除了斷網之外 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最大的城市仰光 以及其他多個大城市 入夜之後 就有軍方的裝甲車進駐 自從軍事政變爆發以來 第一次有這麼多軍方人員 出勤執行任務 除了軍車進入大城市之外 在緬甸北部的黑鷹幫 有部分軍人先射催淚彈 然後再開槍驅散民眾 暫時未知是橡膠彈還是實彈 而在現場有五名報導示威活動的記者被捕 其實這些行為 都是威權政府常用來對付人民的手段 面對著這麼嚴峻的情況 到底西方社會有什麼反應 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歐盟12個成員國駐緬甸的大使館 今天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他們呼籲緬甸軍方要避免向示威者和平民使用暴力 同時他們譴責緬甸軍方當局在軍事政變後 拘捕了政治領袖 又去騷擾記者和干擾通訊 即是斷網 聲明又說 他們是支持緬甸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和繁榮 全世界都在看實 這個當然說到洋洋灑灑 說到義憤填嬰 問題就是這些只有港字 但不要緊 一般國家都是流於發聲明 這個大家都會理解 問題就是 美國是有世界警察之稱 現在拜登上任 原來到他去應對緬甸局勢的時候 所採取的手段就是發聲明 最多加上一個要制裁緬甸軍方的軍頭 以及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但顯然地做這些行為 就是於事無補的 那些軍頭現在就變本加厲了去鎮壓民眾 就這樣發聲明出來有什麼作用才行 如果發聲明可以解決問題 過往美國政府發這麼多聲明 朝鮮一組民主化 古巴一組民主化 發聲明就可以了嗎 原來是沒有採取行動的 如果現在是特朗普總統在任的話 不要說會用什麼手段來應對緬甸局勢 緬甸那幫軍頭 首先就不敢搞這場軍事政變出來 這場政變是什麼時候搞的 就是在拜登上任之後的第二星期 就是在二月初的時候爆發的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機呢 正正就是看見你拜登 總之是坐著的位置 確認得到你真的上台了 人家就開始出手了 那你變成了特朗普在任的時期 緬甸哪有搞過這些事情 他是不敢搞不敢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特朗普會出什麼牌 特朗普就是一個不按張法出牌的人 當他們去見到伊朗那幫軍事將領 落得這樣的下場的時候 人家就會有前居之鑑 他就不敢輕舉妄動 這也是事實沒得爭的 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期間 緬甸享有部分民主 至少有七成半的國會議席 是由民選產生的 雖然這是有限度的民主 但是總比緬甸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現在讓你拜登上台了 人家立刻就不看你那台電影了 馬上就動了 兩個星期而已 椅子都還沒坐得亂 那你怎樣應對他呢 你就是發聲明 你說全世界在看 對呀 全世界都在看 看得很緊張 就是只有看字 那你又看我也看 豈不是叫揪手旁觀 你看什麼呢 民眾就說看 你又看 全世界在看你發聲明 就是說這些話 人家不知 以為你在說風涼話 那你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你唯一應對他的就是 要制裁軍頭 和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但顯然別人就是不怕你 這是事實來的 不要有些KOL 亂說又說 美國制裁了緬甸軍頭 就釋放了兩萬囚犯 現在證實得到釋放那兩萬囚犯是故意的 為何要釋放他呢 原來 就是這兩萬囚犯一釋放了以後 就在各大中小城市 在搗亂 打雜搶 在這裏銷毀別人的店舖 根本上整班就是蛙鬼 你說為什麼時機會這麼巧合呢 是不是專門放出來 難免會令人有這個聯想 好了 現在就已經搞到這樣的情況了 你還說在這裏看 看什麼才行 所以難怪陶傑 也出了一條鐵文 是串他的 他說多謝互聯網 大家現在就看得更逼真 看完之後千萬不要忘記 各自上班上課 TikTok 已經說完了 你那些應對辦法就是看 有什麼好看才行 看得還不夠清楚 現在緬甸這場軍事政變 背後有沒有大陸的手影呢 如果是有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緬甸的戰略價值是很高的 因為他直接跟印度洋接洋 美國經常說要說印太安全 又說要什麼什麼 現在人家正正就是把那隻手伸到印度洋 之後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就會在印度洋舉行一次聯合軍事演習 你經常說印太說什麼 又說委任了一個什麼印太專員 那些印太專員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發聲明呢 在看電視嗎 看直播嗎 原來這樣就解決得到 這樣就應對得到 這些就是代表得到你拜登是軟弱無能 人家是不給你面子的 有什麼好說的 你那些應對辦法就是這麼流 所以人家就吃著你 這件事是必然的 所以有些KOL不要再騙香港人 在這裏反賣假希望 整天就說 這個拜登怎樣會繼承得到 特朗普時期的對話路線 怎樣強硬 全部是狗屁不通的廢話來的 現在說開又說 有隻爛牙佬經常去攻擊我 含血噴人 又說我是賣港賊 我怎麼賣港呢 你這個爛牙佬 我怎麼賣港法 你說出來 一旦誤導你那些傻粉 去攻擊我 有什麼作用 你去做燈粉 你喜歡托拜登大腳 你就托得夠 你攻擊我幹什麼 在搞政治獵巫 你這個拍檔 曾經做過中央政策組 首席顧問 那他是不是賣港賊 你老美 對不對 你說這些說話 有什麼作用 有什麼意思 你攻擊我 對不對 大家純粹是說事實 擺道理 拜登是軟弱無能 你不承認也不行 你一旦在吹捧他 一旦在舔他也沒用 舔不到 大家是看實際情況 看成績 拜登是做不到事情 就是做不到事情 你沒得允 所以我哪一次 又不是按著事實 來講真相 就算我分析 我也是基於事實 來做的 我永遠不會說 憑空想像 不會說天馬行空 就不像你爛牙佬 在說三說四說 那些沒有句真 沒有句眾 純粹就是為了取悅聽眾而說 我是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也不怕說說了一些 聽眾不喜歡 就怕得失了人 如果不是什麼叫做是其是非其非 就是按照客觀事實做我的評論 是不是 你拜登是廢就是廢 沒有好說 是不是 你舔什麼 你怎麼舔 怎麼攻擊 我們都改變不了 拜登是廢這個事實 說回緬甸的情況 先說 昨天還有數以十萬計的民眾 是無視軍方禁令走上街頭的 甚至乎 有很多公務人員 鐵路的職員 都有參與罷工的 這件事當然 他們就是處身於一個更加危險的景地 因為緬甸軍方就不是人敢品的 他們真是夠膽死對民眾開槍都可以的 所以身處在遠方 我們民眾真的只有體制 唯有對他們獻上無限的祝福 希望他們平安度過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